在浩瀚无垠的宇宙中 超大质量黑洞 无疑是最令人惊叹 甚至让人心生畏惧的天体之一 它们的质量可以达到太阳的十亿倍 存在的时间更是历经亿万年 这些神秘的天体 不仅在物理学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也在天文学的研究中 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早在数十年前 天文学家便已探测到位于星系中心 极其明亮且紧凑的圆 极类星体 这些类星体被认为是 快速成长的超大质量黑洞 一项发表在天体物理学杂志通讯上的新研究 利用哈勃太空望远镜的观测 显示早期宇宙中 存在着比我们先前预估更多的低亮度黑洞 这一令人振奋地发现 不仅使我们对黑洞的形成机制 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也解释了为何许多黑洞的质量 似乎超出预期 黑洞的成长 主要通过吞噬周围的物质来实现 这个过程被称为吸机 在这一过程中 大量的辐射被释放 而这些辐射产生的压力 科学家在解释这些早期巨大的类星体时 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如果没有足够的宇宙时间攻其进食 那么它们要么以不可能的速度成长 要么在诞生之初就极为庞大 那么黑洞究竟是如何形成的呢 当前存在几种可能性 其一是原始黑洞 这种黑洞在大爆炸后不久便可能形成 虽然对于低质量黑洞而言 这种假设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但根据宇宙学的标准模型 高质量黑洞不太可能以显著数量形成 黑洞也能在某些正常大质量恒星的 短暂生命阶段形成 这一点已经通过引力波天文学得到验证 如果这些黑洞形成于恒星和黑洞 可能合并的极其密集的星团中 那么这些恒星质量种子的黑洞 就有可能快速成长 另一种可能性是 它们可能来自被称为重种子的天体 其质量大约是已知大质量恒星的千倍 这一形成机制被称为直接坍缩 在此过程中 早期未知的不可见的物质结构 限制了气体云的形成 同时背景辐射则阻止了它们形成恒星 相反 这些气体云会直接坍缩成黑洞 然而 问题在于 只有少数暗物质运足够大 才能形成这样的种种子 因此 只有在早期黑洞的数量足够稀少时 这一解释才是合理的 多年研究 使我们对宇宙最初十亿年内 星系的数量有了较为清晰的了解 但要在这些环境中找到黑洞 却极具挑战性 尤其是因为大多数黑洞是暗的 只有通过类星体的光辉 才能间接证明它们的存在 虽然黑洞通过吞噬周围物质来成长 但这一过程并非以恒定的速率进行 它们的近视呈现出周期性变化 使得亮度随时间波动 通过对一些最早星系 长达15年的亮度变化监测 我们能够制作出一份新的普查 以了解那里究竟有多少黑洞 令人惊讶的是 居住在普通早期星系中的黑洞数量 竟是我们最初认为的几倍 最近利用詹姆斯维博太空望远镜 开展的开创性工作 也开始得出类似的结论 总体来看 我们发现的黑洞数量 已经超过了 能够通过直接坍缩形成的数量 还有一种更为独特的黑洞形成方式 能够产生既大质量又丰富的种子 恒星是通过气体云的引力收缩形成的 如果在收缩阶段 能够捕获大量的暗物质粒子 那么内部结构可能会被彻底改变 并阻止核聚变的启动 因此这些黑洞的成长时间 可以比普通恒星的典型寿命长得多 从而使其质量更大 然而无论是普通恒星 还是通过直接坍缩形成的天体 最终都无法抵挡重力的压倒性力量 这意味着 这些暗星最终也应该会坍缩 形成大质量黑洞 我们现在相信 形成我们在婴儿宇宙中 观察到的大量黑洞的过程 应该与此类似 早期黑洞形成的研究 在过去两年中经历了重大转型 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一领域仍然处于起步阶段 未来的新太空天文台 如欧吉里德任务 或南希格雷斯罗曼太空望远镜 将有助于填补 我们对早期较暗类星体的普查空白 此外 澳大利亚和南非的新亚点纳任务 以及平方千米阵列 将帮助解开 我们对早期黑洞周围 许多过程的理解之谜 然而 近期最需要关注的 仍然是JWST 凭借其卓越的成像和监测敏感性 以及对非常微弱 黑洞活动的光谱能力 我们预计 在未来五年内 将能够真正确定 星系形成时的黑洞数量 我们甚至可能通过观察 第一批原始恒星探索时产生的爆炸 来捕捉到黑洞的形成 模型表明这一可能性存在 但这需要天文学家的协调与奉献 通过这些研究 黑洞的奥秘将逐渐揭开 而我们对宇宙的认识 也将不断深化 在这个过程中 科学家们不仅在追寻着未知的答案 也在探索着人类自身 在宇宙中的位置与意义